今早我们从新德里机场搭机至拉达克 抵达后马不停蹄地到商业步行街 寻找旅行社洽谈后续行程包车事宜 列城的商业步行街位于市中心 又称老城区 是拉达克地区最繁华的商业区之一 步行街上有很多传统的拉达克建筑 其中大部分是传统的木结构房屋 色彩斑斓 装饰住拉达克独特的图案和艺术品 步行街上有许多商店 可以买到当地手工艺品 纪念品 珠宝首饰 地毯和披肩等 此外 步行街上还有很多餐厅 咖啡馆和面包店 提供拉达克特色美食和西式餐点 游客可以在这里品尝到地道的拉达克美食 享受到慢节奏的生活方式 出了商业步行街 往下走是农贸市场 以及当地的传统市集 许多农民贩卖各种坚果 腰果每公斤约9美金 葡萄钱每公斤约4美金 促进当地经济 也带了些坚果返国 早上起床 户外下注白雪 在4月底 夏日将至之际 这里居然还在下雪 只能说幸运极了 拉达克是印度北部地区 位于印度次大陆的高原上 靠近中国的西藏自治区和巴基斯坦的吉尔吉特 巴尔地斯坦地区 拉达克的面积约为59146平方公里 人口位约30万 拉达克地区的地形崎岖 海拔高度在3000米至7000米之间 该地区的气候非常干燥 冬季温度可以下降到零下30摄氏度以下 拉达克地区以其美丽的山脉 冰川湖泊和草原而闻名 也是一个重要的旅游地区 She Palace雪衣寺 雪衣寺建造于17世纪 是往西统治者的下宫 庙中供奉一尊两层楼高的佛陀像 是描绘佛陀静坐沉思时的神韵 雪衣是一支意即是镜子 庙中大殿内 供奉一尊两层楼高的释迦牟尼佛像 有12公尺高 以黄铜经柱而成 是描绘佛陀静坐沉思时的神韵 嘴角微微上扬的智慧笑容 让人感受到温暖而包容的大爱 欣赏佛像华美庄严的坐姿 拉达克地区的主要宗教是藏传佛教 该地区的文化和社会生活都深受佛教影响 此外拉达克地区还有一小部分穆斯林和印度教徒 这些宗教的信仰和文化 在拉达克地区也有一定的影响力 拉达克地区的饮食文化是独特而多样的 它受到了藏传佛教文化和当地地形气候的影响 这个地区的食品通常以高海拔 寒冷和干燥的环境为基础 以适应当地人的需求和口味 由于拉达克地区主要信仰藏传佛教 因此该地区有相当一部分人口是素食主义者 根据当地饮食文化和信仰的传统 很多藏传佛教徒都奉行素食主义 即不食用任何肉类和海鲜等动物产品 此外 由于拉达克地区的气候和环境的限制 肉类和海鲜等动物产品的供应也比较困难 这也进一步推动了素食在当地的普及 因此相比其他印度地区 拉达克地区的素食人口比例可能会更高一些 尤其是在佛教徒中的比例更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提克西寺 提克西寺 是印度拉达克地区最大的藏传佛教寺院之一 位于印度北部的印度洋与喜马拉雅山之间 该寺建于15世纪 是嘎举派Jalik的主要寺院之一 也是拉达克地区最重要的文化和宗教中心之一 提克西寺占地面积广阔 由多个建筑物和庭院组成 寺内有多个神殿和大殿 供奉住佛教的各种神明和佛像 包括三世达赖喇嘛 阿弥陀佛和观音菩萨等 寺内的壁画、雕塑和文物等都非常珍贵 展现了拉达克地区独特的艺术和文化风貌 提克西寺还有一个著名的佛教学院 为年轻的僧人提供教育和培训 以传承和发扬佛教文化和传统 此外,每年的蒲甘节、Gaster Festival期间 提克西寺也是一个重要的场所之一 吸引了大量游客和信徒 前来参加和观看各种传统的佛教仪式和庆祝活动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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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城王宫》是一座宫伟的九层建筑 宫内有多个大殿和宫殿 供奉住佛教的各种神明和佛像 还有一些印度皇宫建筑的建筑 感谢观看 《列城王宫建筑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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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筑 当地建筑建筑也有建筑军区貝八yers entender England 陈 enslaved Putin —《建筑之后他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